阿里巴巴的成功就是把一艘万吨巨龙从平地死向了喜马拉雅山 阿里和腾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市面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本源是什么 是融资结构主体的问题 当初我们没有更多的商业的专业知识 我们很多的融资都是用母公司来融资 也就是自己直接把母鸡给卖了 阿里巴巴最大的两个股东 一个是日本的软银 一个是美国的雅虎 而恰恰中国最大的对手和敌人就是美国和日本 我们所有中国的消费者通过阿里巴巴的消费 赚到大量的社会利润 全部都被雅虎和软银分走了 就来今年软银本来是亏损的 但是有阿里巴巴的盈利 软银获得了阿里巴巴的分红 所以软银今年扭亏为盈 而且截止了上个月 它的盈利超过三万亿日元 所以母公司融资是带来巨大风险 所以今天随着商业不断的进步 随着商业给大家带来的教训 所以今天民营企业家老板 如果我们要做融资 第一做招商融资 二做项目融资 一定要不要卖自己的母鸡 我们可以卖鸡蛋 我们可以卖小鸡 但不能卖母鸡 因为母鸡卖了 以后所有母鸡的收益 都跟别人有关